我的方选贴上在适当的位置 在Module 2里面 你可以放在Module 1里面 只是说你Module 1你要放在底下的位置 那我把它放在Module 2里面 接下来的话我要知道它的方选名称 那这个方选名称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名称 改中文也可以 这个名称我试过改中文也是OK的 好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来使用 其实比如说我这边很简单 接下来我在利用那你在搜寻 你找一下叫身份证字号产生器 或身份证产生器 那你看你要一个男女或产生检测或之类的 那比如说如果产生之后 这一组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身份证字号 那因为我要输入 那这边把它贴上去 这个身份字号是正确的 另外我再贴一个 我随便改一下 这边改个2好了 这个是错误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去判断说是否正确的话 这边我就多打一个栏位 那使用的方法我刚刚提过 插入函数 那因为这个函数的名称是什么 DF 好像我记得是DF开头 我就打一个D 打一个DF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呢 在我们的函数里面 本来没有的就出现 就出现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是我们自己写出来的 写出来的函数有没有 按一个确定 它会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就是我们的